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政府正式确认推迟对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从10%到25%加征关税的时间 同时也不会扩大加征关税的范围 直到进一步通告之前 就川普在推特上所释放出的乐观信息来判断 或许中共已经就美方所提出的要求做出了口头重大让步 同时请求美国暂缓执行加税 以便双方有更多时间落实细节 最后达成协议 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勒周五对媒体表示 中美贸易协议可能在3月或4月份的一次会议上达成 但库德勒同时也说 最终的中美贸易协定尚未敲定 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 这意味着与川金越南二次峰会一样 中美贸易协议也有可能在最后一刻破局 达不成任何协议 从中共难改的本性和它没有任何底线的角度来判断 恐怕不能排除这又是一次为争取时间而对美国进行的欺骗 采取不同手段而想达到拖延这一相同目的的 还有在加拿大等待引渡聆讯的华为公主 在加拿大正式启动了引渡孟晚舟的程序之后 孟晚舟反咬一口 委托律师团对加拿大政府 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和皇家骑警提起诉讼 说他们在未告知他的情况下就对他进行逮捕搜查和审讯 侵犯了他的宪法权利 这个反诉为胡搅蛮缠一词增添了一个最新注角 套用一句网络流行句子来形容孟晚舟的反诉 就是所有人都知道他是在胡搅蛮缠 他也知道所有人都知道他是在胡搅蛮缠 但他还是要胡搅蛮缠 因为就是为了拖延被引渡的时间 但法治社会的特点之一 就是仁慈的给这些胡搅蛮缠的人 留出一些让他们胡搅蛮缠的时间 这也应了那句人们常说的 正义会迟到但不会缺席 上周三孟晚舟在温哥华再次出庭 只进行了17分钟的庭审 法官就确定了下次开庭日期 是两个月后的5月8日 但那也不是引渡聆讯的日期 估计孟晚舟的律师团届时还会提出各种理由 拖延正式引渡聆讯的日期 所以网碑关了说 孟晚舟被引渡去美国恐怕是遥遥无期 但往乐观来想 中共恐怕都熬不到那一天 也许在孟晚舟被引渡之前就解体了 那时引不引渡孟晚舟已经毫不重要 但目前华为和孟晚舟对中共却很重要 以致中共外长王毅在二会记者会上力挺华为 状告美国政府 称其是不做沉默的羔羊 王毅外长这显然是混淆了狗和羊的区别 华为反咬美国得到中共的大力支持 不仅使华为竭力向西方澄清自己与中共没有关系的努力 前功尽弃 同时也暴露了起诉美国政府的决定来自中共高层 如果把这一点与之前说到的中美贸易休战的承诺 放到一起来看 使人更加大了对中美能够达成贸易协议的怀疑 再说回到中共二会 虽然今年的二会安保空前气氛诡异 但作为每年一度的国家级表演还是值得一看 让我们随着记者去体会一下二会新气象 您好 请出示证件 搞没当 等着 保恩先生 请问怎么还不让我进去 找什么急 这要走程序懂吗 那走什么程序 这事得先通知新闻组的工作人员 然后由保安组审核你的证件 证件要是没有问题 就通知门口的警卫 我就会让你进去了 所以你再耐心等待 我只是个记者来采访二会的 怎么这么复杂 这就复杂了 一会儿你进去 还会为多次审查证件的 香港记者 跟我进去吧 谢谢您出来接我 我自己走就行了 不用麻烦您了 不好意思啊 这是规定 外媒记者采访二会期间 全程具有大会工作人员陪同 采访结束时 也要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 才可离场 哦 好吧 等等 包围没检查呢 这什么呀 这是手机自拍杆 这是违规品啊 帮上带 我同事去年采访二会 我同事去年采访二会也没说违规品中有这个啊 你呀 还是来的少 多来几次你就知道了 我们的原则呢 就是看心情 每年规矩都不一样 充电器也不让带啊 没充电器 我手机没电了 还怎么采啊 这是规矩 那规矩也得有个理由吧 没想不想采访了 都告诉你是规矩了 要么遵守 要么拈走 哦 你别误会 我就是觉得 觉得 啊 每年二会的规定 嗯 都花样繁星 给人一全新的感觉 哎呀 走 谢谢你 我想去采访港区政协记者会 先填表 里面人满了 你到别处采访吧 为什么啊 那些比我来得晚的人都进去了 我先来的 为什么还不能进啊 抱歉 记者人数有限制 所以我们只能根据填表情况来筛选 填表情况 我填的表有问题吗 是的 你的字写得难看 哎呀 什么 今年港区采访新规定 谁写的字好看 谁就可以进去采访 不会吧 这规定也太期盼了吧 嗯 算了算了算了 回去好好练练字吧 明年再来采访港区代表 走吧 我们去别的地方去 看你是头回采访二回啊 是啊 感觉怎么样 的确很二 我是说 确实很不一般 怎么个不一般 太不一般了 满城风声鹤唳啊 啊 我是说满城风和日丽 北京的街头 到处都是红衣红帽的朝阳群众 我转过了朝阳群众地铁安保 街道斜景的重重围堵和阻拦 才到了天安门广场啊 那是啊 今年的安保级别不同往年 二会期间 许多省市都启动了战时机制 什么 战时机制 你说的那些个省市是在匪区 还是解放区啊 都什么年代了 现在不分匪区和解放区 那现在是 现在啊 现在是敌我混一 敌中有我 我中有敌 所以啊 要时刻提高警惕 每天如临大敌 哦 哦对了 昨天我被朝阳群众围堵 来的时候已经散会了 我听说 昨天李克强总理报告 汉如雨下 您说 他是热的还是下的 那我怎么知道 哦对了 我还要强调一点 你们外媒记者采访 要遵守纪律 采访还有纪律 对 这纪律啊 就是不该打听的 少打听 哦 哦对了 我听说习大大这次喝水 比上次二会更讲究了 啊 我听说 别人喝水只是用一支杯子 喝完水之后 然后往杯中倒水 而习大大 这次是连杯带水 一起换掉啊 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吗 我就是想知道 他喝的东西 是不是跟别人不一样啊 你问我 我问谁去啊 你好 您是新疆政协委员 迪利拉尔阿布拉吗 是的 请问外媒报道 新疆劳改营非法关押维吾尔人 没有这回事 那都是外媒的造谣 怎么会是造谣呢 去年八月 联合国反种族歧视委员会 举行的一场林讯会上 中国被指近百万的维吾尔人 被非法拘留关押 并将他们关入灌输政治的集中营 抱歉 你的问题我听不懂 我们只有一所职业教育和培训中心 没有什么集中营 可是 诶 重申一下采访纪律 不该打听的 别乱打听 啊 你好 请问您是江泽民的侄子吴志明吗 是啊 请问号称中国贪腐种教练 我是说 请问您的伯父 现年九十三岁的江泽民 他还活着吗 请问您新年期间有见过他吗 唉 身不如死啊 啊 你这记者怎么问问题呢 啊 那边的请问组 他们不要说 问他们 诶 冯导 你好 我真的想了 今天又是能碰到冯导您就好了 有个事我一直想问你 这个阴阳合同的事 小区说的都是真的吗 哎 怎么就走了 你好 请问您是中共火箭军前纪委书记陈平华吧 我是 请问您觉得军中反腐力度如何 还有您个人情况如何 哎 你怎么不回答我呀 我看你还是少问两句吧 他们为什么不说话 他们也有难处嘛 万一说错的话不符合中央精神 那叫对抗中央 他们是要倒霉的 那就说点符合中央精神的 也不止于不说话吧 符合了中央精神 但如果力度不够 那就叫消极对抗 还是要倒霉的 哎 那就说点特别符合中央精神的 句句不离中央精神的 那就更麻烦了 那叫低级红 高级黑 不仅是对抗 而且是阴险对抗 那是要倒大霉地 谢谢大家